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圆的 我们过来赶海了 阿姨比我们还要早 我们现在过去看它挖的是什么 走啦 我买泡的里面就挖泡哦 挖泥丁来的,看,已经挖了一大堆了 好大一条哦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很有营养的 这个跟沙虫的营养是一样的 拿来包粥或是拿来晒干 来煮的话都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给小孩子吃 我现在没吗 好 这个外面就是 就是这些人都要摔的 你说呢,跟着都要摔了 跟着都要摔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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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再摔一下 可以摔了 来来来,我来 来来,我来 拿来 不是很大点 有个小鸡的鸡的鸡 这条大 就挖了不到五分钟 就挖了一堆 不到五分钟 就两三分钟就挖一堆了 真的是密密麻麻的 一下子一条 一下子一条 这条 墩 很多 剩下子 好 我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一橱子下去 哎呦哎呦白坏了 哈哈哈哈四条一橱头下去 哇看到没有 哇塞好多啊 等一下小的我们就把它跳出来 啊啊这边有一条好多呢 看这种这种有一点点花花的 那就是它的眼睛 它的那个眼来的了 我们继续挖一挖 就继挖一橱头下去四五条的感觉 酸 看花眼 哇哇哇哇哇大吧 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超高的 这里也好多 一锄头下去 能挖到好多的 哇 长期小大的 大不大 超爽 哇塞 一个洞 一锅头下去好几条 哇塞 这个弯坏了 是有点容易弯坏 因为它的灯实在是太多了 这太小了 哇 这条也挺大条的 漂亮吧 漂亮吧 这些有黑黑圈圈的地方的话都是 哇 这条大 一锄头下去 一锄头几条的 它不是一锅 一锅头一条的 所以说挖的好过硬 哇塞 哇塞 爽的 过瘾 哇塞 好大一条 看到没有 这是超级有营养的 拿回去煮粥 或是拿来煮 拿来煲汤 都是非常可以的 那回去的话 这个种好重啊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银的视频可以关注 下期见了 拜拜